第十八章 灵性旅程 这场灵性旅程能够帮助你唤醒对自身真正存在状态的合一感,以及对高我的记忆。 如何准备这场旅程? 在一间安静的暗室中躺下,播放适合冥想的音乐会很有帮助,点现箱也是。 闭上你的眼睛,想象你自己呼吸着一股清新干净的空气,观想着空气从你的左边的鼻孔进入,想象它预及了你的大脑,你所有的思绪念头,然后再穿越你的全身上下,将所有黑暗与负面,全身所有不洁之物全部带走。 观想黑暗,只有你右边的鼻孔被带走,纯净清净的空气从你左边的鼻孔进来,然后从你右边的鼻孔出去,想象从你右边鼻孔出来的空气一开始是黑暗的。 然后,随着你整个人被净化之后,渐渐变得明亮,情感上和实际上揭燃,随着持续缓慢且规律的呼吸,这空气也开始逐渐变得干净。 吸入干净的空气,再吐出干净的空气,形成一个循环,一次又一次,进出的规律,语焉形成,继续这么呼吸大约十分钟的时间。 现在,想象你自己开始踏上你的灵性旅程,被包围在一道纯净闪亮,保护着你的白光之中,慢慢地开始行走。 毫不犹豫地通过一座令人心醉神迷的森林,你寻着一道金色的光向前走,而你正踏上一条小径,路旁见识各个品种、类型和大小的美丽树木。 去看那些树木的树枝,它们垂得很低,低到你伸手就可以碰触它们,你可以在触碰它们时,依然走在小径上,不会偏离了这条宽两尺,可以带你穿越森林的道路。 看看这些树的树皮,虽然其中有些树的皮外层非常粗糙,但你还是能够看见它内里柔软的心正闪闪发光,那就是生命能量的所在。 继续向前走,望向你的左边,在小镜旁有只狸猫,它很友善,也很想跟你玩,于是你伸出手去摸摸它,看到它做出非常可爱的回应。 跟着那道金色的光,继续向前走,前方有座非常美丽的湖,沉满了闪亮洁净的水,这只水来自山上的溪流,就这湖泊养育了多彩活蹦乱跳的鱼儿,它于悦而起,跳进了生命之羊。 当你站在那脉洞着的生命之羊前时,拿起那个摆放在你心上的水杯,你的杯子,拿起它朝向天际,并在心里大声喊,如果你比较喜欢实际喊出声音的话,也可以,爱,爱,爱。 当你看着头顶上的天空,你会看见美丽的爱的震动,从天堂的四个角落朝中央聚拢, 一道明亮的光线从北方而来,另一道从南方而来,还有一道从东方来,一道从西方来,它们相遇融合,形成了一道亮得几乎让人睁不开眼睛的白色光束。 这道光束满在着天堂的爱,由天使传送到你的身上,寻许如生,它被颇见到你的杯中,缠满了你的杯子。 此时,它由光转换成了呈现如粉红色的虫浆玉叶。 它流入你的杯中,一直从杯圆满溢出来,沾满了你的全身。 现在,把杯子向下移动到你的唇边,磕下这穷浆玉叶,将它一饮而尽,磕下这美味无比的天堂之爱。 它的滋味就像是信桃一般,感觉它温暖了你身体的每一个地方,并且让你发出光芒。 看着你的杯子,看着它如何变化,彻底地把它的内外都看过一遍,看看它是如何转化成为能够成装天堂之爱的容器, 然后把你的杯子再放回你的心中,好好享受你全身上下的那股暖意。 这是你通往觉知的第一步,接下来你会感觉到自己开始飘浮,你不断向上爬升,越来越高。 当你抬起头,你看见一片巨大帆滥的云正从上方往下降,准备来迎接你。 就是躲镶着金边的白云,你继续向上升高,而云躲也越靠越近。 当你终于可以碰规到它时,你顺势爬了上去,然后你爬升得比之前还要高。 你漂浮在地球之上,你上升到了云朵之中,你往上升得越来越高。 你已经移动到看不到地球的地方了,你超越了星辰,超越了这个次元,一路经过了非常多不同颜色的阶层。 然后,来到了天空中一座美丽的水晶之城,从云朵上走下来,在你眼前是一条水晶河,里面流动着的是纯净砖员的圣水。 道具有疗愈功效的圣水,能够清洁一个人的内在与外在。 它能清除去所有伤疤、疼痛、痛苦、悔恨、负担,让你清洁无瑕。 把你自己清洗干净,让全身浸泡在这水中,它的温度恰好适中,而它的高度直到你的心脏部位。 看着那些惹人,烦忧讨厌的习惯,引头和问题全部随着水漂流走,然后带着干净纯洁的身体从水里出来,走向对岸。 以下是第二步,就是你做出永不后悔的决定的时候了。 如果你有希望能够解决的问题,必须做的决定,让它们也随着水流而逝。 当你站在对岸时,看着这些事情变成水面上的一颗颗泡沫,现在你面对着这些问题,你已经抽离,已经与它们分开,你已经斩断了与它们之间的情感牵盘。 面对着这些问题,你说,以神之名,如果是为我好的,或是为了能让我有所得的,就请扶上来吧。 以神之名,如果不是,那就让它沉到水底吧。 如果问题重新浮现在水面上,你就从空去中抓住它,把它放进你的胸口,这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让你能有所得。 你可以随时用同样的方式来测试这些问题,看看你是否必须继续担负着它。 如果问题沉到了水底,消失不见,那就让它去吧。 它不是你的问题,因为你已经下了决定,而且通过了彻眼。 你必须要转身离开这条河,爬上眼前那座绿悠悠的山脉。 当你爬到了山顶,用真面的态度来设定你自己的心态, 诚心地为自己在改进自我这件事上努力而骄傲。 立下誓约,从此以后,要让自己远离负面不好的习惯。 现在,爬到山顶的你看见了一个美丽的高脚杯,上头镶嵌着珠宝。 这个巨大的高脚杯里装满了金黄色的东西,那是最高等级的爱,无条件的爱。 这份爱将会转化你,因为这份爱甚至比天堂之爱还要更高深, 它直接来自万物的源头。 天使所给予的天堂之爱充满了理, 而你也用水晶之河的水清洁过你自己的内在与外在。 你已经在神的帮助之下做了必要的决定。 现在,引下高脚杯中的造物者之爱,一滴不慎地全部喝光。 发誓从此刻起,你自己也要成为无条件的爱的源头。 无论何时,每当你与有生命的活物互动时, 想想自己被他们的爱充满。 这份爱,从你流向其他人,动物,植物, 它从你的头顶流出,远远不绝,它永远不会枯竭。 在你将高脚杯映而尽之后,把它放下, 朝前方的地平线望去,看到那里有一座水晶之沉, 而在那隐约可见的金色尖塔之间, 可以看到一座黄金殿堂,你快步朝着那圣殿而去, 现在你已经准备好要进入它的振动频率之中了。 你会看见一扇巨大,高达9英尺, 约2.74米,宽达3英尺, 约0.91米的门,它是敞开的。 走进去之后,你会发现三种最高频率的振动, 爱、智慧与知识。 在那儿等着你的是你的高我, 守护天使,指导灵和大师, 你会知道你来到地球的目的是什么, 你会记起自己的任务, 如果前世的记忆和现在的生活之间有所关联, 你也会在那里知道这一切。 你所学习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也是你的收获, 这些会让你准备好在星辰之间诞生, 这就是你的心体诞生, 现在你可以在充实与准备好的状态下回去了。 第十九章,心至高无上的神性, 或沙格玛无限开展之光。 我接触到林姓领导高层赋予我一项任务, 要与大家分享以下这段来自罗伯·茨考特·南瑞尔所提供的资讯, 作为这本书重要的结语。 我们真要进入一个林姓的黄金年代, 就在二十一世纪开始的此刻, 一座创意的兵权也被开启了, 将有越来越多人能够实现更高世界中的形状。 哈洛·克南普, 艾康卡的智慧神殿, 林姓程式与指引简史, 我们一定要能利用自己的洞察力, 将以上这段话想象成是一个进入末观状态的入口, 或是次元与次元之间的门户, 而且我们可以运用自己那充满好奇心的想象力与冒险的天性, 前去一探究竟。 向文所述的是我之前提过的末观种子, 以及更多其他信息。 只要启动灵魂, 或称为艾特马, 内在最生实的想象力, 就能想象一座在灵魂界域中的喷泉, 这是个离所有丧失地球站的肉身世界 极高优远的第五密度界域。 这座喷泉位在一座大城堡的美丽花园之中, 这座喷泉有个15英尺高的雕像, 那是灵魂界域的统治者或说帝王, 他的名字是萨南, 他站在一个非常宽大的大理石钟里, 这个曲线优美的钟, 被放置在一块金雕细琢的坚硬白色大理石柱上, 离绿油油的草地有4英尺高。 萨南的雕像看起来是个秃头, 但其实他的年纪是永远不会老去的中壮年。 古铜色的皮肤搭配着两只手臂上各带有一只的金色臂环, 他穿着一件白色长裙, 从腰部直到脚踝和赤裸的双脚, 他的双手垂在他的两侧, 手心朝向前方张开, 从他的手掌心流泄出一道闪闪发光的白金色甘露, 或说液体, 流入那曲线优美的钟里。 甘露在钟里满溢后, 沿着整个钟的边缘, 像是一张平滑的纸一样, 优雅地流到地面, 然后消失在附近一张圆形的大理石椅之后。 这张圆形的大理石椅离地有几英词高, 下方有十二只雕工精美且弯曲的大理石椅角。 那些发现了因为这座新泛泉而闪闪发亮的地方的人, 可以坐在这张大理石椅上, 您听那来自喷泉甘露, 或说那道像水一样的发光液体, 所发出超乎寻常, 甜美高昂, 但又舒缓人心的新声音。 十二个非常漂亮且金色闪闪的杯子, 就挂在钟边缘的金色挂钩上。 如果你有灵魂的冒险勇气, 那种可以在你内在无限扩张的新觉醒意识, 现在这意识更散放自灵魂界域的觉知, 以及比那更高远的境界。 你可以把杯子放进发亮的液体, 或说甘露之中, 咬一杯起来平饮。 这闪亮的液体并不是地球上所知道的水, 它只是看起来很像是水的质地, 它是一道光芒, 来自太古之神, 至高无上的神性。 HU或是任何你想要用来称呼这个充满创造力的石像的名字, 它远远超越了这个石像, 也在背后支持着这个石像。 上述文字概括了末观总值的内容, 但你可以从那里开始无限扩展下去。 一旦你开始走上这条神圣且动人心弦的觉醒之路, 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得了你了, 因为一直到几年前, 这道光芒才开始出现在太古之神或是至高无上神性的集合之中, 它具有独特的目的性, 移除人类潜意识中被植入的信息、 记忆痕迹和心理异常的程序等等, 把这些东西置换成一股纯净的白色透明能量球体, 放置于个人之上, 好让他们可以第一次客观同时主观地看见自己, 不受到任何负面力量的影响。 人们原始真实的内在神性觉知就此慢慢浮现, 他们就这样记起, 也明白了他们有机会能将那些在前一时中经过负面设定的东西永久根除, 回归到最简单最纯净的能量。 如果有人想要把在夜晚的梦中出现的恶魔这一类的东西给消除, 那么这个无限扩展的散男觉知就会将它永久消除, 但基尼所带来的智慧会留下, 而结果就是一个觉醒的生命。 现在可以接受训练并以极快的速度了解到, 这里存在着一个真正能与之共同创造的神, 其意识状态堪与太古之神萨格玛、萨南、马汉塔, 甚至是更伟大神秘的沉默之神相比拟。 一开始这可能很难以理解, 但是这座喷泉是为了特定目的被打造出来的, 那就是让在生命中被称之为邪恶的东西永远消失隐踪。 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 有种比过去优异太多太多的力量终于被创造了出来, 而邪恶和恐惧原来是为了训练灵魂而存在。 在现在这个新觉醒的萨格玛无限扩展之光中, 已经不再有这个需要了。 过去这个修系统已经存在了数千亿年之久, 在上层与下层世界皆是如此, 它还是会继续存在, 主要是为了行政管理的目的。 然而充满崭新可能的一股烈焰 现在已然在上层世界的所有存有之间燃起, 而这股新光芒现在已经透过每个界域中的统治人, 或说普鲁萨, 造射在所有寄存的万物上。 这座喷泉已围绕着它的金色金字塔形成了一个网格, 在每一个界域之中都存在着, 隐形驻扎在海底深处, 在行星之间的太空之中, 也在不同银河系之间, 尽管它们是由一种不属于双重或多重意识世界的物质所构成, 但它们可以存在这些世界之中, 并能够不受到任何东西、力量、能量、武器或存有的影响, 一旦它们被发现了就会启动, 无论透过任何方式都无法改变它们的目的, 这是个不可逆的程序。 经书上来说, 依据之前的灵性法则, 生活在低层世界中受保护的灵性城市或金色智慧神殿区域之外的人, 要拥有上层世界那种赋予概念形体的能力是不可能的, 特别是在像地球这样的星球上, 这种能力早已经被刻意地破坏和压制了。 这是因为低层界域中的统治者所拥有的负面天性所致, 之所以会有这种天性, 是为了要让被困在下层世界中的灵魂能够看见它们自己真正的神性本质。 这种本质其实是一种能与至高无上的神、HU或萨格玛共同创造的间隔特征, 具有尚未被开发的无穷潜密。